电视剧《今夜天使降临》正在热播 原定第三集播出的 刘涛与李晨的车阵戏确遭删减 一时间吸引了不少粉丝及网友的关注 而剧中 刘涛携手李晨首次合作 不知杨岛这又是什么套路 刘涛捆绑加车阵逼运李晨 那你跟李晨合作了什么感觉 最大的感受是吗 我看就是我也追戏每天追 然后我当时大概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看秦海璐和李晨第一场 他们俩出场在办公室的戏 我真觉得他俩挺搭的 对吧 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俩才应该结婚 怎么他就娶了彭佳佳呢 但是很多剧本的设置就是这样的 他们俩真的是情投欲和 是志同道合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秦海璐演的这个 Catherine她不能够生育 但是作为孔佳成 他们家有这份家业 她妈妈需要她来继承产业 所以她忍痛和爱 没有跟秦海璐结合 那么娶了这个能生育的庞佳佳 所以这个生活其实很多时候 会跟我们开玩笑 但是最终我们怎么样去对待生活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考题 因为你像昨天我看就是我妈来了的那个戏 我就觉得我和我妈两人就特别像一家人 然后李诚和他妈两人又特别像一家人 我和他妈也特别像一家人 对我觉得他们三个就应该是一家人 一起看科技的一起法国餐厅 对啊 然后我就在那 我就在那想着你放心 我给你把麻虫扫着 让你在上面吃饭都很香 就是后来我在想 可能就是这种误会 让大家走到了一起 才更有那种迸发出的那些笑点 对那个矛盾 那个就是那你跟李诚合作起来 感觉怎么样呢 虽然你们两个人就就在一起 这个效果不是很搭 但你合作起来感觉怎么样 实际上我是有点有点尴尬 但是为了想说让这部戏 表现了更加的像彭佳佳的这种心态 因为他的丈夫一个月都没回来一次 终于回来了 还开过音乐会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 这过程音乐会非常美妙 从他们俩一起跳舞 我真的很自然地进入到那个状态 所以他特别有关心 对 所以我们俩就是 就这种小夫妻的感觉 他演得特别的真实 而且必须得让人看出来 就是这个老公实在是太久没回来了 所以这个女人当他睡醒 一睁眼他的状态 到整个两夫妻的这个状态 然后包括到后面 我们一起去给孩子穿衣服 特别感动 两个人一起吻这个孩子 送他去上班 其实这才是彭佳佳 特别期望的生活 对 所以我跟李晨 我们俩搭得还真的是 搭得比较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在监视器里面看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想看听 真的是 真的呀 我还是个女人的事